近來央行祭出了第四波選擇性信用管制 來打炒房 包括民眾購買高價住宅貸款 以及買第三戶房屋 貸款最高的成數 一律降為四成等等 不過房市熱度依舊不減 央行總裁楊金龍十五號表示 會在適當的時機升息 還會延長管制措施的時間 另外還有哪些重點新聞 來看我們的整理報導 央行去年十二月十六號 祭出第四波選擇性信用管制打炒房 不過房價依然居高不下 央行總裁楊金龍表示 在穩定總體經濟的前提下 會在適當時機升息 選擇性信用管制實施時間也可能延長 暗示還會有第五波管制措施推出 房產專家認為如果預收屋禁止 換約法案七月能夠通過 不排除會出現投機客下車潮 房市價跌量縮可期 但如果法案沒有過 恐怕房市漲勢難擋 民眾購屋將越來越艱困 因應軍公教今年調薪百分之四 教育部在大學校長會議宣布 補貼各校調薪人士成本七成到七成五 私立科大校院協進會指出 由於政府確定補助 上下兩學期的規劃 應該和國中小教育脫鉤 並視各大學特色調整新增第三學期 教育部表示支持大學和國際接軌 不過學期調整牽涉招生 教師聘任等相關措施還需要演繹 記者綜合報導